你知不知道高丽天回来了 不要再跟我提高丽天的事 我不想再见到他 他回来过 但接着又跟着同情一起走了 黄平昭死了 他陪着他 一块上城里黄家去了 这样 那他们之间 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他 也再没有办法拒绝亲姐姐了吧 小姐 我时间不多了 我特地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 如果你还在乎他 我只在乎 我只在乎小喜在天上过得好不好 我只在乎我爹的病有没有好一点 我只在乎我弟弟能不能上学堂 你看 我把单公公的家打理得多好啊 小姐 你整天都说 要干干净净的过一生 但你可知道 爱情 并不肮脏 天地间 最干净的一个字 就是情字 二奶奶 上路了 小姐 人总得练练活在红尘里 才能不虚枉此生 懂吗 我走了 小婶婶 小婶婶 你喜欢他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是因为他让我知道 女人也有争取幸福的权利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清清白白不是这副一副 他就让我们清清白白的 分开吧 我的身体 我的心 都一直为你守着 这要不也是真正的清清白白吗 天哥哥 再见 小婶 你知不知道高丽天回来了 不要再跟我听高丽天的事 我不想再见到他 他回来过 但接着又跟着同庆一起走了 皇帝昭死了 他陪着他 一块上城里皇家去 上公公 你 不 大哥 您回来了 干完事 我就连夜赶回来了 小婶 深更半夜的你何苦还干这些个活呢 这种粗活我可以叫人来干的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你心里还是有恨 对不对 他并没有回来 怕他没有家 我在这安置了这么大个宅子 怕他不肯随我住 我亲自到童家 要了他最喜欢的人 在这儿等他 怕他心里有芥蒂 不敢高攀 我是人前人后念他为我挡的这一枪 怕这怕那 一切都为了他 他却全然不忘心里头放 又随同情而去 我这一切 值得 他竟是如此的 轻忽我对他的一片用心 大哥 我 我吓坏你了吗 没有 没有 我不是 小姐 我并不猥琐 只因身世坎坷 为了夹击 静身入宫 我并没有仗势欺负过人 也没有害过人 大哥 我也并不要人同情 天晚了 你回房休息吧 李天 有你在他自会来的 我和平昭 感情一直不好 皇家早已经知道了 所以他们只希望 我能对亲友有所交代 要我等法师过了之后再回去 那是应该的 李天 你会等我吗 你只管在皇家 会平昭守丧 我会等你的 不 我是说 你会一直等我吗 等那位平昭 做完法师 我再陪你回清河 然后呢 然后各奔前程 能不能 一起奔前程 当然不能了 你现在还在替平昭守丧呢 怎么可以对另一个男人 说出这种话呢 童馨 你不能对平昭不敬 如果平昭在世的话 他也不会在意这所谓的敬不敬 对吗 童馨 我不爱你 再等着一百年我也不会爱上你的 那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爱我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为了你 我都没有见我娘最后一面 平昭为了你客死他乡 难道发生了这么多以后 你还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带着放你去问前程吗 张立军 我恨你 天歌 小六 小六 你说宋少川 他为了结那封信 竟要置我于死地 杀我灭狗 可恶 他简直不是人 他以为我死了 就在树林里挖了个坑 把我埋了起来 苍天有眼 我又爬了出来 可是 可是我再也不敢回秦河了 小六 我对不起你 我拖累你了 不 天歌 别这么说 是我没帮你把事情办好 连封信都送不到 我以为 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 他结了信 杀了你 杀了你 无非是为了隐瞒内叶的真相 他势必不会让我活着回来见大叔的 当我进去的时候 林昭已经被刺了 他已经咽咽一心 我没有杀他 那个黑影就是他 内衣 他以为房中的人是我 所以他就 小柳 我对不起你们 这笔债 我一定会替你们逃回来 我一定会替你们逃回来 嗯 嗯 我一定会替你们逃回来 嗯 大哥 嗯 大哥 嗯 有事儿 也该有事儿了 要不然 我怎么听得到这声大哥呢 大哥 你听我说 你住嘴 大哥 我知道 我不对 你知道个屁 有事儿了 你来找我说 这宅子整理好这么久了 就等着你回来 你回来过吗 啊 你回来过 上回吧 被记家赶出大门 又进不了佟家的时候 你是来过 风头一过 翅膀胆一胆 你又往外飞了 你把我这儿当做什么了你 我从大牢里把你救出来 转眼 又不见人影了 你一次又一次的利用我 大哥 历天不敢 我要你的不敢做什么 我要你 心悦诚服的贴近我 心里的念着我 就像 就像亲兄弟手足那样 可是我有我的苦衷了大哥 你的苦衷跟我无关 既然 你对我如此凉薄无情 你的苦衷 你就自个儿担着吧 我出门了 大哥 大 小姐 避讳什么呀 往后这辈子 你能堂而皇之牵手走在路上的男人 也就只有公公我了 看看 要买什么 胭脂花粉 还是头巾 大哥 我想回家了 我不回去 我就要在外面逛逛 哎呀 您都逛了大半天了 也该回去了 回去回去 也就你惦记着他 可人家从来没想过你嘛 干嘛他一回来 我们就不敢出门了 我就要让他好好地等着 他不会等的 我住在那儿 他怎么敢明目张胆地留下来 再说 他现在跟亲姐姐的关系不同了 他应该避讳避讳 回去吧 回去吧 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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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 历 历 他真的没有留下来呀 他 你都留不住他 难道你在他心中的分量 竟然抵不上一个铜卿 啊 现在反而因为你在这儿 他倒不过来了 大哥 你要我回童家吗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大哥 我知道你关心丽天 我也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 如果用我来把丽天留住 我们三个人都会很痛苦的 有什么痛苦的 他没有家 我一个半截入土的人 你在童家也不快乐 既然如此 我们彼此在一个屋檐下作伴 日子只会好不会坏的 大哥 你见多识广 人情练达 为什么你却猜不透这层道理呢 这种快活是假的 就算我们三个人 能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他能够真心对你吗 我又能够属于他吗 你又能够真心的希望 我和丽天相爱吗 都是不可能的 到了最后 就是三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作戏 假装我们是亲人 假装自己很快乐 大哥 在童家 我看够了虚伪 表面上是一家人 关起门来 却各有各的肮脏事 你少拿我这儿跟童家比 我对丽天的关心 是真心的 那你就去找他呀 像个大哥一样的照顾他 不要用我来让他接近你 你要的不就是这份真吗 可是 我那样严厉的训认了他 你是大哥呀 你训他两句也是应该的呀 去吧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会在湖边那儿的 小景 去吧 去吧 原来 小景在大哥那里 那童善群 他怎么会放人的 善服安去要人 还有要不着的吗 李天的 你嘴上叫我大哥 但心里边总是跟我有距离 我有时候想想 真是心寒 真不知道 该把我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 说吧 这回又有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黄平昭家里追究起来了 不 是宋少川 宋少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再来 大家精神一点 咱们是马队 可不是做针线活的 来 预备 一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好 好 大家利索点 我们这是马队 不是做什么绣活针线活的 再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咱咱们 都 两 岗 一 一直很开心, 他一直都在夸你, 这两天他还说, 要选个日子, 正式收你为义子呢。 娘, 不着急。 怎么, 你不是很在意这个吗? 只要大叔心里有我, 至于头磕不磕, 也就无所谓了。 真的想开了? 真的不再介意高丽天了吗? 如果他再回来呢? 他不会回来了。 我是说, 就算他回来也挺好的, 现在马队上正好缺人, 他回来岂不是更好? 你真的不介意他跟你争宠啊? 你海青大叔他... 娘, 你在说什么呢? 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什么争宠啊? 我也不是娘们儿, 只要我做得好, 大叔自然会喜欢他。 以后我们俩良心竞争, 最终受惠的还是马队。 好样的, 真是我的好儿子。 走, 喝茶去。 好。 走。 所以, 你要我现身, 在季海青面前戳穿的? 对, 那天晚上宋少川敲锣的时候, 大哥您是亲眼所见, 我要让大叔知道宋少川的真面目。 我觉得这事不妥为何? 我觉得这事不妥为何? 是宋少川的? 一样的意思, 小六是跟你的人, 再说黄平昭吧。 可是你亲眼见到, 是他宋少川杀的人吗? 这事硬是要掀开来, 恐怕要把同庆拖下手。 你欠同庆的还不够吗? 死都是命呐。 一个命子, 就可以解释他们的无辜了吗? 你怎么这么冷酷啊? 那是人命啊! 就因为你是个公公, 你就不敢说, 不敢做, 不敢挺势而出了吗?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公公, 我也有过热情, 也有过勇气, 我也知道, 命是贵的, 情要珍惜。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连我最相信的小兄弟, 也可以这样不懈地, 情侍我, 教训我。 我老了, 我没有力气再去大悲大爱了。 管他谁伤了谁, 谁又杀了谁, 那是他们的事, 是吗? 好在你我还都很平安, 我们过自己的日子, 我把你喜欢的方姐接回来了,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块, 关了门, 就是我们的天下, 爱怎么了就怎么了, 你们都是我的人。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的心里已经扭曲了, 你已经做了半辈子太监了, 你要让我变成跟你一样吗? 你扭曲的不仅是你的身体, 是你的心里, 你的心已经死了, 可我的还活着, 我不能跟你一起陪葬。 李天不是这样的, 你不是要这样残忍地对待我, 是你对我残忍, 我不过让你做一件一个人该做的事情, 可你呢? 你只关心你自己, 你只关心你自己的私欲, 山夫安, 你比他们更可恶。 李天, 你会后悔的。 大叔, 这批货, 我想争取一档, 可省时间有少损耗, 所以, 我们需要疏通。 行啊。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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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哥回来了。 赶快, 赶快请啊。 李天回来了。 李天。 大叔, 云姨。 赶快, 同志厨房, 做一桌好菜, 我要给李天好好喝几杯。 是。 大叔, 我今天带了个朋友过来。 在哪呢? 赶快请啊。 进来吧。 这位是。 大叔, 云姨, 我是小六。 小六? 你这是, 怎么了? 我。 大叔, 如果你想知道小六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问问宋少川吗? 小六, 你不是跟李天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应该问, 你怎么没有被杀死? 你怎么还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是吗? 你说什么呀?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死啊死啊? 大叔, 两个月前, 宋少川他劫走了我和小六给您的一封信, 他把事情败露, 他就要杀小六灭口, 他又怕我回来揭发他, 他就一路跟踪我, 没想到, 他错杀了黄平昭。 你胡说, 高丽天, 你一次次给少川穿小鞋, 我都忍住了, 你现在用这么大的事情来诬陷他, 你说, 你这次回来有什么目的? 我回来的目的, 就是揭穿宋少川的真面目, 你有什么证据, 小六就是证据, 宋少川, 你敢不承认动手杀小六吗? 我不承认, 如果是我真的动手杀他, 他根本就不会活着回来, 正如你说的, 如果我单单是为了那封信的话, 根本不用我自己动手, 因为你心诗, 你很清楚, 大叔在怀疑那天晚上敲锣的是谁, 你怕大叔知道是你, 所以当你看到我给小六的那封信的时候, 你情急之下你就, 我就怎么了, 我就杀了他, 黄天啊, 我问你, 倘若此事, 是少川所为, 那么两个月来, 小六, 何以不现身呢? 既然小六他还活着, 为什么他不来找我讨个公道呢? 大叔, 我, 小六他害怕, 他不敢留在清河镇, 他把宋少川再毒害他, 哦, 这么巧, 那他非要等到在外头碰到了你, 让你领他一同回来吗? 大叔,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黄天啊, 在感情上, 我很愿意相信你, 但是这件事情事关人命, 不是一个情字就可以拍案定罪的, 你指控少川的事情, 我没有看到, 你也没有看到, 你让我怎么相信呢? 小六看见了, 善公公那天晚上也看见了, 小六和善公公跟你, 一个和你情同手足, 一个呢, 是你一节的金蓝之交, 都是你亲近的人, 我怎么全相信呢? 没想到, 真的被善公公给说中了, 你不相信我? 眼见为实, 我只看见少川, 他一心一意的为了季家, 我只看见少川, 他多么殷切的盼望着你回来, 我相信谁啊? 我相信你说的, 还是相信我看见的? 黄天啊, 你走吧, 你要气高枝, 你翅膀硬了, 我们季家容不下你了, 走吧, 走吧, 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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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吧, 刚才大叔讲的都是气话, 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误会, 我向你道歉, 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 我杀了你, 你干什么, 够了, 他犯了什么罪, 要受你打呀, 他是像你一样, 忘恩负义吗, 是像你一样, 血口喷人吗, 我从来没有打过你, 今天是被你逼的, 被你逼的, 大叔,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小人, 滚, 离开我们季家, 滚, 大哥, 大哥, 你怎么了, 你喝多了, 来快快快, 我扶你在这坐着, 你跑哪儿去喝的, 喝这么多, 来, 坐好了, 我给你倒点水, 喝点水,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大哥, 来, 喝点, 他不肯随我回来, 他恨我, 他恨我, 想把你们俩留在我身边, 可他讨厌我, 大哥, 他嫌弃我, 大哥不会的, 他知道你对他好, 大哥, 他不知道, 我在他眼里, 是个不男不女, 阳阔无形的老怪物, 但我是为了他, 保护他, 为什么, 他总是不明白, 小刘没死, 他也没死, 为什么, 明明在他房里, 在他的床上, 不接受杀你, 大人, 大人, 是哪儿出了所呢, 大人, 羞类, 大人, 大人的神sal, 好多分了, 你不会杀我的 不是因为你慈悲 而是 你认为你自己是个君子 你想大家 尤其是技术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的话 就让我这么死了 你不甘心 宋少春 你是卑鄙小人 没有我 怎么能称出你的高贵呢 我是小人 但是 我活得比你痛快 住口 不要替你的龌龊找借口 为了你的痛快 你对你兄弟下手 为了你的痛快 你杀了洪平昭 谁看见了 你看见了吗 我 高丽天 你错过了一次好机会 你刚才完全可以一刀把我刺死 神不知鬼不觉地报了仇 但你没有 之前没有 以后 再也不会有了 再见 我不怕你从背后偷袭我的 因为你是个君子 君子 不会在我背后放冷箭 我是想杀了你 可我不会像你那么卑鄙 我相信天地之间有正情 如果你再不违改 再为非作胆的话 我一定血债血偿 宋少川 宋少川 你敢看天吗 老天在看着你 黄平昭也在看着你 我早晚有一天会提前行道 你等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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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起了吗 早饭已经做好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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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睡啊 夜里这么凉 快 替上件衣服吧 你怎么这么烫啊 你是不是受了风寒了 来 快 先躺下 小姐 你回去吧 也对啊 也许我回去了 丽天就愿意过来住了 不 不是因为她才赶你回去的 我想了一夜 越想 心里越难过 丽天说我心里扭曲 说要把你们俩留在我身边 是不正常的 大哥 你别介意她说的话 也许我在别人的眼里 是不正常的 一个前朝的老太监 进了身 进不了心 断了子孙 他 断不了 欲念的根 这些人表面上 尽我三分 心里却对我不信 不会的大哥 大家都很尊敬您德高望重的 哼 得了吧 什么德高望重 你们都走吧 谁也别留在我身边 我一个人 清清静静 清清白白的过完下半生 没有人陪伴 照样过日子 你走吧 大哥 走啊 你走吧 大哥 我还死不了 有什么症状 就是体虚发热 久后受了些风寒 是邪风入侵 有道汉吗 我怎么知道 你以后对他 也不用避讳那么多 毕竟是个公公 太监也是人呢 也对 越是对他们这种人 表面上 越是要尊敬 我打心底 对大哥就是很敬重的 你称呼他大哥 他准你这么称呼他 爹你药房开好了吗 我还要配药呢 难得你能讨得他的欢心 难得你能讨得他的欢心 人都说 你不是说你从心里敬重他吗 你看他生病了 你还来替他拿药 这不是说明你们处得很好吗 你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小姐 最好 所以你暂时还不会离开山府吧 你看都来为他抓药了 他究竟为什么要把你赶走呢 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他心情不好吧 我配药去了 放你出去两天 回来教训起我来了 不懂规矩 公公要赶我回童家 童家又希望我留在山府 究竟我该何去何从呢 真不想再回童家去了 那么虚伪的地方 明明都做错了事 可每个人表面上 都还是一副一正子言的样子 真讨厌 究竟那天是怎么伤了公公的心了 他俩不是好兄弟吗 天哥 你别再喝了 慢走啊 天哥 你别再喝了 你放着 天哥 天哥 起上奶奶 来逛客气啊 心情可好啊 挺好的 谢谢关心 我走了 当心啊 天哥 小心点 天 对不起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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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天 哥 走开 天哥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走开 天哥 天哥 你不能再喝了 你不能再喝了 天哥 你告诉我 你别喝了 天哥 我高丽天 我高丽天 你现在不喝酒 我还能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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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你掌 你 прек d h m 我知道 就算不能在一起,也要好好过日子 在山里,在童家,在季家,在马上,在天涯海角,在亲姐姐的身边 你答应过我的,也要好好地过日子,对不对 在任何地方,我的心都不曾离开过你 更不曾留在童庆身边 日子没有你,我没法好好过 丁哥哥 方景敢对你讲话这么放肆,你没好好教训他呀 他讲的话,丁是丁,卯是卯,句句和规矩,我能怎么教训他呀 态度不温顺,不讲规矩,就得教训 我就纳闷了 他的态度,就那个方景啊,一直是个温柔娴熟的好个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他变了,见到我的时候,目光伶俐,阵阵有词 哎呀,老爷子,你管方景呢,左右他不就是个小媳妇嘛 他要再对你不敬啊,你就扇他两个耳瓜子,管了他乖乖的 最重要的是,善福安不能得罪啊 所以我在劝他,让他好好伺候着嘛 他都快被人赶出来了,不行,老爷子,你还得亲自出马,你得去圆圆厂 我去? 这做得太刑机露骨,太难看了吧,我好歹也是一方之士 哎呀,好了好了,反正骨子里不就是这么回事嘛 我可告诉你,现在善福安他病了,这可是个大好机会 一来呢,你是个大夫,去看看他也是正常的,二来呢,我儿媳妇在哪儿,我去看我儿媳妇啊 你要干嘛 咱俩一起去看善福安,我们当着他的面教训儿媳妇,这样一来,他就不好赶他走了 好,来 童兄请坐,夫人请坐 你们二位先坐一下,我在后面去取壶热茶 您别客气了 那用公公亲自动手啊,让方景出来不就完了吗 小景,小景 你 不碍事,我来吧,我也去活动活动 奇怪了,从我们进门到现在,方景也不出来招呼招呼 他到底是来这儿享福的,还是来这儿干活的呀 难怪人要把他干回去了 他抓了药,还没回来吗 该回来的呀 我也想想去庭 别忘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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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